听故事,品历史,这里是历史影像机,我是明哥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称帝开始 到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 在漫长的2000多年封建社会时期 中国一共出现了422位皇帝 在这400多位皇帝中不乏雄才大略之人 但史学家评价最高的却是秦始皇 被称为千古一帝 如果把历史上的422位皇帝放在一起讨论的话 谁最可能叫板秦始皇呢 康熙和秦始皇继位之初都面临着皇权旁落的情况 秦始皇先后铲除了落矮和吕不韦 才把大权抓到了自己手中 康熙除阿败的过程则更为艰险 如果不是阿败过于娇狂轻敌 他的这次鲁莽之举很可能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但康熙亲政后的表现可圈可点 堪称一代明军 对内平顶三番对外收复了台湾 打败了沙俄和戈尔丹 开创了康贤盛世 在开疆阔土和治国方面 康熙可能不服秦始皇 李世民本来是没有机会当皇帝的 但他通过玄武门之变 搞掉了自己的哥哥太子李建成 逼迫父亲李渊将皇位传给了自己 虽然李世民此举不太光彩 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代明军 李世民在位期间从剑如流 开创了贞观之志 使唐王朝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帝国 许多国家都派出了遣唐使来唐朝学习 唐文化对日本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对外影响力方面 李世民可能不服秦始皇 但是敢叫板秦始皇的人当属朱元璋 在朱元璋看来 秦始皇就是个夫人代 虽然他在位期间 先后灭掉了韩、赵魏等六国 完成了统一 但这是建立在奋六世之渔猎的基础上的 也就是说秦始皇的祖上已经给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他亲证实六国均已是半残废的状态 秦始皇灭六国的壮举 换成朱元璋估计也能轻松完成 但如果开局只给秦始皇一个饭碗 他能否像朱元璋那样逆袭称帝还真不好说 其次朱元璋虽然在建立大明的过程中 灭掉的对手没有秦始皇多 但其成色却更足 秦始皇灭六国时 当时秦的国力是碾压六国的 秦始皇属于以强胜弱 赢了是理所当然的 输了那才叫意外 而朱元璋则完全相反 陈有亮、张世成和元王朝 哪个对手的实力都比他强 但最终朱元璋却能以弱胜强 将他们一一消灭 这个成就换成秦始皇 还真未必能办到 朱元璋建立大明后 先后八字北伐 将曾经横行天下的蒙古骑兵 打得一败涂地 说在漠北数十年不敢出动 就更别提侵扰大明了 在对待外患上 朱元璋是主动出击 秦始皇是被动防御 刀下立判 综上所述 如果在422位皇帝中 选出一个最不服秦始皇的人 这个人只能是朱元璋 秦始皇的成就 朱元璋几乎都能办到 而朱元璋的成就 秦始皇则不一定能办到 对此你有何看法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